好了 再來說 臺灣領域長庭 以後都是很大正看 要找主題領域 要用不少的時間 最難的就是找便室 臺東市政府 升班每年的臺灣領域 特別設計一款導航的APP 只要在領域現場 打開這個圍車的導航 不用忙了 就會說話 可以帶你去你想要去的地方 想要是臺灣領域主題領域 領域對於說的緊張就對了 前方三十七米到達目的地 可以輕鬆到主題領域 肚子拿腰也沒問題 五米後向左前方行走 連離開領域要找公車牌 這個導航APP 也可以到三天 請執行 這是臺東市政府特別為 日空日空臺灣領域設計 領域導航APP 不用網路連續 可以用十二月十六 免費開放 我們導覽的APP 是全國手上非常非常貼心的 我們連登座都會飆上去 剛才要到的 臺灣領域議員 台東市政府在 台東車頭後天的站體 總部跟真有雅蛋的氣氛 講中有一張大型的雅蛋球 旁邊的流川跟力川有很多 迪士尼的夢到日本的造型 上有小熊維尼跳跳舞 糖露養到米老鼠 要有花姑娘的館大鞭 中區比佛迪加上班 雅蛋的氣氛 也好待中市 十二月暗昧 越晚越美人